明朝有个年轻人叫刘三 从小有手好闲 除了吹牛砍大山是把好手外 一无是处 他有个远房二叔是个瞎子 脸上有几道疤 自小学了算命打挂这一套 道也丰衣足时 就叫刘三跟着他 刘三对这事还挺感兴趣 跟着二叔四处游走 没几年就学会了算命 也算天赋异禀 二叔在他出师单干时郑重地说 小子 算命大部分都是骗人 骗人本身就不好 千万不能再贪 见好就收拾行规 不能贪财 更不能贪色 学算命的瞎子多 因为看不见女色金银 贪念就小 你长得不错 又不是瞎子 所以我多嘱咐你两句 刘三连声答应 刘三直接去了府城 府城有钱人多 迷信的人也多 刘三靠着机令 很快就算出了名气 虽然没发大财 但也能吃香喝辣的 这天来了个中年男人 衣着华丽 坐下就先扔了一吊钱 刘三顿时来了精神 先生想算什么 男人笑了笑说 你算算我想算什么 刘三一看此人眼白发红 额头发青 一副酒色过度的样子 心里已然有数 他微微一笑说 先生所算 无非才色二字 依我看 桃花为主金为辅 那人两眼发亮 果然名不虚传 咱们城里有一家王家肉铺 老板叫王大头 你可知道 刘三当然知道 那王大头十分迷信 办什么事都要选择即日 刘三在他身上可赚了不少钱 可刘三不动声色道 知道 不熟 那人左右看看 小声说 我有件事要拜托先生 原来 王大头去年买了个小妾 貌若天仙 那人见过后 就念念不忘 他想让刘三等王大头 再来算命时 告诉王大头 这小妾命犯桃花 养在家里肯定生活 劝他休了 说着 那人拿出一定银子交给刘三 并告知他叫张磊 在城外张家吉上做饭马生意 这是定金 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过了两天 王大头果然又来找刘三算命了 他要新开一家铺面 请刘三看看即日 刘三盯着王大头的脸 掐着手指念念有词 满脸痛惜道 老兄的面相 有饿桃花之相 极少见 见之必有大祸 王大头惊慌道 我确实喜欢逛逛青楼 但出手大方 不会有人恨我啊 刘三说 这祸不来自墙外 而是来自墙内 红杏出墙 你不但生意要败 还有性命之忧 王大头一拍脑袋 小翠我就说 这件货不会老是做我的小妾 自古婊子无情 细子无义 先生说得有理 刘三心中暗息 正要劝王大头 休了小翠 没想到王大头 从腰里拔出一把 血亮的屠刀把玩着 冷笑道 成蒙先生指点 我倒要看看 哪个活腻了 敢打老子女人的主意 说完他拍案而去 刘三目瞪口呆 不敢作声 第二天 张磊慌慌张张地来了 我听王大头放出风声 谁敢对他的小妾 眉来眼去 就把那人的眼睛挖出来 现在人们都不敢 从他家门前过了 你没出卖我吧 刘三苦着脸说 我刚说他小妾 可能红杏出墙 他就火了 我还没来得及劝他呢 张磊连连抱拳 先生一定保密 我可不想跟这家伙 起正面冲突 说完他就跑了 刘三心里惊慌 有心想离开府城去外地 可这阵子挣了钱 就吃喝玩乐 没攒下盘缠 上路也难 记上心头 正愁闷间 一个女人用纱巾挡着脸 走过来问 请问是刘先生吗 刘三来了精神 女人的钱比男人的好骗 他赶紧说 是我 你要算什么 那女子声音轻柔 我想请先生香香面 刘三把他请到铺子里坐下 那女子把面纱摘下来 刘三顿时看呆了 这是个十分漂亮的女人 那身段表情 举手投足都那么优雅美丽 刘三愣了半天才问 你的姓名生辰八字是什么 想问什么 女人轻声说 先生 我叫小翠 是王家肉铺的人 刘三一听就明白了 怪不得张磊垂涎小翠 再想想王大头 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小翠哭诉道 我的命苦啊 王大头一直对我不好 只是看我漂亮 才把我从戏班子里抢买来做妾 他高兴了就折腾我 不高兴就打我 我只能忍着 这次不知为何 非说我红杏出墙 天天打我 不让我出门 今天我是趁他外出要账 偷溜出来的 早听说刘先生是神仙 我想请先生解救解救 刘三恍然大悟 他自然不敢告诉小翠 是他收了人家的钱 诬陷他红杏出墙 只能虚言安慰 可那小翠越发认定 只有刘三才能救他 情急之下 竟跪在地上抱住刘三的大腿 刘神仙 你救救我吧 这样下去 我非被他打死不可 刘三脸红心跳 血往上涌 他贪婪地看着美丽柔弱的小翠 一个邪恶的计划在脑子里成行了 他扶起小翠 笛声说你命中注定有此一劫 王大头是你前世的冤家 这辈子就是找你报仇的 我是你上一世的恩人 这辈子注定要救你 不过 你一切都得听我的 否则你难脱苦海 小翠又惊又喜 当即答应 刘三对小翠嘱咐一番 让他回家了 过了两天 王大头满头大汗地来找刘三了 刘先生 你算得真准 我家两个肉铺的生意都清淡了 这可是大家买肉贴秋标的时候啊 刘三心里暗笑 你天天拿着刀喊 谁敢看你老婆就挖谁眼睛 谁还敢到你家肉铺买肉 可他嘴上却说 惭愧 在下只是按蚂蚁神像推测的 你那夫人可还好 王大头闷声说 也没啥事 但自从你告诉我以后 我就越看他越不对劲 他要不心虚 干嘛那么怕我 刘三说 以我的推断 你夫人还没红杏出墙 只是命中注定有此一劫 若你能提前了断此劫 还是能恩爱到老的 王大头高兴地说 还请指教 刘三说 要断这桃花 你首先要把夫人扶正 只要她还是妾 这桃花就难断 王大头说 这好办 反正我老婆死好几年了 扶正也不难 刘三说 但扶正要保密 只请李正和邻居坐征就行 文书我帮你写 千万不可大张旗鼓 走漏风生 而且要快 今晚就办 王大头拿着刘三写的文书 签字画鸭 乐呵呵地回家了 刘三本打算第二天出城去找张磊 没想到张磊先来了 先生 那事办得如何 刘三说 我正要告诉你 事成了 你后天在鸡鸣城门开启时分 在城东五里外的破庙里等着 小翠明晚必备休 被赶出家门后 他会找我算命 我让他城门一开就出城 到城东五里外的破庙 说他的有缘人在那里等他 张磊大喜 再三许诺一定中血 第二天 刘三找到王大头说 我算了衣卦 明天凌晨 城门一开你就出城 直奔城东五里外的破庙 那里有个人 正是你命中结束 你不能说一句话 也不能听他开口说一句话 直接杀了他 天还未亮 那里人既罕至 不会有人发现 除去结束后 你注定裁员广进 子孙颜绵 王大头大喜 但有些犹豫 我虽打架伤过不少人 但还没真杀过人 刘三看他意志不坚定 眼珠一转说 你放心 那人其实不是活人 他是你开肉铺所杀的 千万头生灵的怨气所换化的 你把刀沾上狗血 杀完后一个时辰 那人自然灰飞烟灭了 王大头这才放心道 此事办妥 我送先生文银百两 刘三微笑不语 灰飞烟灭 一切搞定 刘三忽然觉得特别困 很快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 刘三悠悠行转 觉得全身软绵绵的没力气 他想 得赶紧起来准备准备 天亮就让小翠去衙门告状 就在这时 他只听耳边有人轻轻说 刘先生 你醒了 看来要劲不够大了 刘三努力睁开眼睛 看见自己竟然在一辆马车里 天色漆黑 但他还是依稀看清了眼前的人 他大惊失色道 张磊 我这是在哪里 张磊淡淡地说 我看你迟迟不肯睡 就用迷香帮你一把 没办法 咱们得赶在城门关闭前出城啊 明天早上可不一定跑得过王大头 刘三惊恐地问 你什么意思 张磊冷笑道 你不是告诉小翠 王大头今天会在破庙里杀人 让他去告状吗 王大头会被问斩 昨天小翠已被扶正 有人正和文书 而王大头并无族人 家产就都归他了 然后他再招你为序 你就是堂堂正正的刘老板了 刘三冷汗直流 想要辩解却觉得说话吃力 你怎么知道这些 张磊冷笑不语 说话间 马车就到了破庙 张磊把刘三背进破庙里 放在破旧的石墩子上 刘三挣扎着喊 你要干什么 张磊说 王大头要在这里杀一个怨气锁化的人 自然得有个人在这里等他呀 刘三拼命摇头 你误会了 我没想害你 张磊说 我没误会 是你误会了 以为我只是个贪恋美色的马贩子 其实 我和小翠是青梅竹马的师兄妹 在戏班子里私定终身 小翠却被王大头墙买了去 我离开戏班子 留在此地 就是找机会救他出来 你就是天赐良机 刘三喊道 我不信 你咋知道我会害你 张磊说 其实咱俩是老相识了 王大头找你算命 我觉得是个机会 之后 我就扮成各种模样找你算命 让你骗钱 确定你是个可以利用的贪婪之徒 你能为我的钱害王大头 就能为钱和美色害所有人 刘三咬牙说 我死了你跑得了吗 那么多人见过你找我算命 官府会查不到你 张磊摇摇头说 王大头就是凶手 官府还查什么 刘三还是不死心道 你和小翠成亲后 成了肉铺老板 总会有人想起你 常去找我算命的 张磊随手往脸上抹了几下 忽然就变成了一个俊秀的年轻人 笑着说 唱戏的不会化妆怎么行 我找你去算命 名字和模样都是假的 等我这张脸出现时 就是苦寻未婚妻多年的落魄书生 刘三绝望地说 我二叔说算命的最精明 想不到连我都算计不过你 张磊点点头说 你说的没错 我父亲就是算命的 不过他不肯教我 宁可让我当低贱的戏子 我说咱俩是老相识 还有一层意思 不过你还是别问了 免得心里难受 你太贪心了 若不是你想害死我 我也没法害死你 说到这里 他把迷香喷在刘三的脸上 刘三感觉自己慢慢坠入黑暗 黑暗中仿佛看到张磊扬长而去 而王大头正拿着雪亮的杀猪刀 等着城门开启 小翠正在家里背诵 他教的告状的话 但最后他想起的是那句话 算命的不能贪 不能贪财 更不能贪色 半年后 王大头因在破庙里杀死刘三而被处斩 没人知道刘三为什么要化妆成鬼脸在破庙里睡觉 不过他身边的酒壶让人认为他是喝多了发酒疯 而王家肉铺改了名叫张家肉铺 新老板是个俊秀的年轻人 和老板娘小翠十分般配 不过老板的爹就有点吓人 虽然身居简出 但见过的人说 他满脸刀疤 是个瞎子